音樂來提醒 那這個音樂放出來的時候 就是提醒您三分鐘到囉 如果您的意見比較多項 我們可以分次 因為我想今天來的 鄉親朋友真的是很多 好 那我們就把握時間 進行我們今天第一階段的發言 我看到那個 李律經理先生有舉手 那是不是可以請我們 不好意思 今天麥克風不要有線 等我一下 那個請公關機構 欸 特別請那個 主持人還有所有 貴賓我們大虎的鄉親大家好 那我針對 我們法務區的守護聯盟 這邊很強烈的 要是提出 對這個變更案的指引 首先這個變更案 在台北市裡面是依照 都市計畫法的27條 第一項第三條 那這一條呢 他指的就是適合 這個國防跟經濟的發展需求 那 我們查了以後啊 剛剛 尤其大家在檢報裡面啊 可以看得出來裡面 到底有沒有跟 國防跟經濟有關的事情 而且這個事情 延宕14年 迅速要強硬變更 我不曉得意義何在 那我們認為 這個計畫呢 市政府的提出啊 是巧利明目 甚至上次的 都委會還強調到 是調和經濟 我不曉得 不曉得 此地蓋大樓跟 台灣的調和經濟 有什麼關係 那另外的 我們希望啊 市政府也能夠站出來 自己澄清這個立場 那我也恭喜啊 高議員剛剛 擔任這個 此地變更案的顧問嗎 沒有嘛 沒有嘛 所以可能是 蔡部長客氣化了 不然我想以後 我們就多請教他一些意見 那我想啊 高議員也在這裡 他可以針對這個案子 來檢視一下 這是他們的專業 看看檢視 市政府實際這個案子 到底有沒有符合國防的需要 跟經濟的發展 那第二點 我要請問 就實際在這條法令上 是否有 恢復反品的嫌疑 那不是的話 我請問實際啊 你們找了那麼多的專家做背書 那來證明你們的安全無餘 那為何要逃避 他可不可以做反品 那第二點呢 有關我們變更案裡面啊 所佔了有四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一二零一三三一四四一四五 四比六滴喔 他的總面積佔了三萬 三點多公頃啊 就是百分之八十喔 我看喔 這台灣僅有的唯一最大挑戰 國土安全的變更案 保護區或許有些人知道可以變更 但是這個赤紅功能灌溉水田功能 怎麼可以呢 那假如可以的話 我想請問實際 你合法有按照廢留的法定程序做了嗎 那假如有關廢留的經過主管機關同意以後 才可以申請 那我想請問哪個主管機關准你們 有費用的程序 再三 假如說以上都沒有的話 那我想實際不要每次只出一張嘴說好 要溝通 出一張公文 就讓我們老百姓啊 每個人疲於一分命 讓這些貴賓啊 政府機關首要啊 大家為你們老民傷心 那另外我要澄清一下 上次在大五國小的這個溝通會啊 我們召集人公開言諾說 以後的說明會會遵守透明對等 那對焦的三原則 但是你們跟實際又私信了 唯一做到的就是提早通知大家來開會 而且出發局員要求你們要提早通知 是在這種被動的主動下 被動之下才來召開這樣說 召集會 甚至我要在這裡鄭重的懷疑 你們連續開三場四場的 這個說明會的誠意的獎項 只要我2010年都委會的620序會 要你們針對這個案子跟區域多做溝通 的一個行政程序 所以呢 你們變更這個保護區 是為了在整個審議大會做一個通關 那最後一點 希望你們遵守正言法師所說的 要深行好事 要做人文環保 不要親口不一 完全管人好急買一個非法田地的保護區來變更 做了一個全世界最壞的使館 多年來觀察你們只保護花蓮 卻在全台各地買保護區 或壞國土 是否會壯大實際的門面 壯大實際的一中一派 就可以將上款 好幾億好幾億不斷的買農地 林地保護區 不管做了多少好事 外事也不能做 希望實際要有勇氣來認錯 買錯地 還給大地母親的一塊做 這是我們聯盟的代表 好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時間上很有限 好 老師非常非常地尊重 會長 因為會長以來 相信來很關心 那還是要請大家 务必幫我們一個忙 來做時間上共同的控制 那我想我們多聽取一些朋友們的意見 然後再一起來維複 才避免麥克風地來地區的時間 好嗎 不好意思 後面那個女士 就是她很早舉手了